生命电视台 LiveT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熄了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熄了的心是生气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了伴一起跳才能发挥出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阿弥陀佛 首先要随起各位的功德 能够在一直在菩提心的状态 来受此保观灾戒 更重要的 又能够这样来为众生念阿弥陀经 也坚定了自己不退菩提的愿生净土的本愿 大家有没有发这个本愿 一定要往生净土 那虽然要往生净土 却更用菩提心为所有众生修药师遗轨 特别这么多人在受八幻在戒的时候 大家念四十九遍的药师长奏 又念药师短奏 又念了灭万病奏 所以这个要被灭万病万万种病 那我想我们为什么要去念这个咒语 为了利益众生 这纯粹只有一个悲心 因为就算各位现在很健康 但是万万的众生都在生病 当然药师法门不是光身体的病 更重要是心理的病 所以因为大家都有烦恼 有这个心理的病 而且当你在念药师佛药师咒的时候 药师佛的十二本愿 都透过你的心就流露出来 让众生外表如流离的药师佛 让众生衣食无缺 让众生正直正见 也能够发起菩提心 最后用菩提心把大菩萨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 伟不伟大 伟大 一个人最大的快乐是随喜自己 原来我还伟大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因为 因为找不到自己用金钱 用别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 可不可怜 可怜 这种关爱的眼光最后还是会不见 所以我想年轻总会老 有钱也可能会变化 坐个台上的可能也要下台 一样这个意思 所以最重要的 念一下 自依止 法依止 莫义依止 所以要以自己 以自己的努力 所以依止真理 法依止 不要依止外在的 就像一个女人依靠先生 一个妈妈依靠小孩子 我们出家人修行人 我们是依止佛法 因为这位上司法师身上有法 我依他的法 而不是依他的人 老和尚会不会走掉 也会 所以上司 上司也会变一变 出家衣服穿一穿 在家衣服也穿一穿 因为在美国我碰很多 这位上司 他说穿在家衣服 方便了 如果在我们汉人 就可能不行了 哪一天还套法师 穿个牛仔裤 那还得了 你不昏倒了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那这个世间 还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们 只能依着这个法 所以各位今天 说八幻再结 做了大圣菩萨的法 快不快乐 遭闻到细可死也 今天就去净土吧 你要有这个想法 不行 我明天还有事 所以各位要有那个 所谓空性放下 那因为你找到的生命 不是肉体 不是世间 而是你当下的心态相续 就是维持这个就好了 所以可以让事情不断的变化 但是你的心不变 当然 当然 在经里面说 安忍忍辱 是诸佛道之本 特别各位要成佛嘛 那你没有这种安忍忍辱 你成不了佛 所以就像各位今天 慈戒又不失 如何把这个慈戒不失的福报 又留下来 那你就要忍辱 所以佛陀也给我们讲 不失慈戒忍辱 不然先前所做的就败坏掉了 所以刚刚我下来我一直看 我怎么没有要事咒水呢 那是宝贝呢 因为你对佛法要有信心 当然不是为自己 因为各位在念的时候 我在那上面也很认真念 你们我是跪着念 因为有人传了一个简讯给我 希望我为所有脑瘫痪的小孩子 斜牌胃超度 刚好给我一个题目 这个全世界脑瘫痪都痛苦 特别爸爸妈妈 在台湾我经常他们要去特殊学校 真的很痛苦 我给他们讲他们也听不懂 但是学校又希望我们多给他们加持 然后爸爸妈妈在旁边也很辛苦 所以假设一百个脑瘫痪 至少要一百个照顾的老师 要发挥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是他活的时间又是长长的 有时候真的找不到老师了 要用很多的钱 不然人家不愿意来帮 所以这种痛苦 当然救一个佛教徒 我们希望这些小朋友们 那么业障消除 无病 赶快往生净土 因为活着对他就是苦 对父母来讲是放不下又苦 真是个折磨 所以家里有一个这样 全家都不安 心里都挂碍 当然各位要经常去思维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什么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边也是忍辱 就像我看各位从昨天做到今天 脚累不累啊 当然累啊 这个才有福报我跟你讲 这个叫忍 因为忍辱 所以你的功德更大 所以当然我们佛教讲 忍辱有三种 众生忍 法忍 这两个是福德跟智慧的来源 所以众生你要去慈悲 甚至对你好 对你不好 你都要能够接受 所以对你不好的 你更要忍 对你好的 你也不能够齐心动念 特别女孩子 你现在还没结婚 男人要追你了 你要忍 因为你要成佛 你不要说对我那么好 好吧 我也对他好 双双绑在一起了 那你要成佛道也是 所以忍不是光逆境 顺境更要忍 所以我们老实说 像各位在供养红包 那我们法师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 你不能看到红包一直笑 人家在干什么 哎哟哟哟哟哟 跌起来 对不对 因为你还觉得我是出家人 我就是不要钱才来出家 但是人家却要供养你 这个很挣扎的 所以有时候人家供养我们红包 我们就跑掉了 但是后来讲回来 你是个出家人 人家要修福报 你怎么可以不让他修呢 那这个时候 你要直接转变念头 希望你供養能夠讓你有無量的福報 但是對我來講 我跟你講精進 因為供養不是我這個人 是因為我出家 甚至我也有一點 今天所傍晚在見 對不對 等等 所以甚至我也有在修一點點功德 那我想我們去供養出家人 就像我們供養佛 我們當然希望得到佛的福報跟價值 小業長 所以當然你要起一個念頭 雖然不需要錢 很厭煩錢 但是這個錢又可以讓眾生積福報 然後又要把這個錢善用到每一個地方 所以人家供養你十塊錢 對我來講 我要至少分十個地方把它趕快做完 所以我每天就 我老實說了 這實在不用說 我每天花出去的錢 供養出去的錢 超過進來的錢 我一直在這種負債的狀態 這是我強迫自己這樣做的 因為我不想累積 而且眾生需要的更多 我們是佛教徒沒問題 我們會修福報 那這個世間 那些動物 那些軌道 那些不懂佛法 那福報就要靠我們來修了 替他修 因為你要修菩提心 那你也要對這個法忍 這個錢來你也不能要 了解嗎 眾生罵你 那你也不能生氣 叫眾生忍 眾生供養你 你也不能驕傲歡喜 所以修行有沒有意思啊 裡面真的是亂七八糟啊 不知道怎麼辦 念頭一直 但是你沒有經過這個忍 你就達不到平靜 這個平靜叫 無聲法忍 但是你要從有才達到無 被打 被稱讚 被愛 被恨 被侮辱 乃至生病 生老病死很苦欸 那你要做菩薩 你要來輪迴啊 所以你沒有來輪迴 來面對這些愛恨情仇 那你也沒辦法修這種空性 所以最後你才可以達到平靜 什麼叫不生不滅 乃至叫三三昧 什麼三解脱門 空無相無怨 各位這個以後不多看看書 然後你達到了這個空性 那叫禄道了 所以我們佛教修菩提心 我常被念一下 發心菩提 福心菩提 民心菩提 民心就是你到了空性 無聲法忍 極六世界了 出來就是這個 然後才叫初到菩提 那個時候真正用空性無分別在利益眾生了 最後你才可以圓滿菩提 我們現在大部分人 我們都一樣 我們是發心 看到佛經 看到這些菩薩 聽了佛法 我們要學地藏王菩薩 對不對 那你要學地藏王菩薩叫發心菩提 但是很難欸 那你發心以後 那你要降伏你自己 就像一個十八歲的少女 長得又漂亮 大家都很喜歡她 然後她又聽說不能愛男人喔 這樣 然後她每天就要掙扎 知道吧 她不是她心裡有問題 她生裡都有問題 女孩子每個月生裡就會讓她情緒激昂一點這樣 那你就要開始伏心 降伏你的心 貪心也不能有 撐心也不能有 這些傲慢嫉妒你都不能有 但是這個伏心菩提 你要怎麼修 那你必須透過別人來磨你啊 就剛剛講的 念一下 眾生忍 乏忍 所以這個法就代表環境變化 生老病死 這些不是人找你麻煩的啦 眾生忍 是眾生找你麻煩的 鬼也會找你 蚊子也會找你 所以這個末法時期你要修行 搞不好政府都不跟你配合 對不對 其他宗教也會找你 很麻煩的 你認為說這是好事 這好事問題是這個 每個國家法律不一樣 所以這些各位要有個決心 我既然已經願意做菩薩 那我就要開始透過外在的變化 乃是內心的喜不喜歡 但是你要法 你要記住 我是為了達到成佛 維持菩提心 我不能愛跟恨喜不喜歡 而且你還故意磨念 就像老師說的 我出家半年 我有一個師兄弟真的很難搞 所有人都去跟我師父抗議 他在 我們他們就要離開 你知道我師父怎麼回答嗎 不回答 那你們走吧 我師父太偉大了 好的 你們既然好你們走 壞的留下來 我照顧吧 因為那位法師真的是很難搞 後來我一個人到南部的寺廟住 我師父叫我去 然後那位法師到處都被趕來趕去 然後有一天他要到我住的地方去 那我當然要跟我師父報告 我師父那個法師要來了 然後師父看我 你看呢 我就問師父 那你說呢 在自己的感受說 你千萬不要來 然後在佛法裡面說 那我太不慈悲 所以我想要推給我師父 對不對 我師父說 你看 那我就好吧 住吧 我師父說 不用 好在 不是我的錯 結果師父一看 你說呢 那我師父當然叫我說好啊 那我說好 我幫他準備房間 喔 這下可慘了 我熬了八個月 對也罵 錯也罵 這樣 因為他不是不聰明 我這個師兄其實太聰明 但是就是有自卑產生 另外一種 腦筋又好得不得了 但是呢 世間的福報又差得不得了 所以他每天就一定要批評你 這樣呢 他就是所謂 你做得好他罵你 你做不好他更要罵你 你看這樣好不好秀 我住了八個月 然後他自然離開 天啊 但是後來因為每次 當然我們現在出家久了 有時候師兄弟要開會 對 有聽說要來了 大家都有拉警報 甚至心裡想說 他怎麼可以活這麼久 那我想 我經常做一個比喻的 有一次我們回台北要開會 然後呢 很多出家人都回來 那天也是共生 共生 然後我到樓下就碰到他了 他說 海淘啊 就這樣來了 因為我在紅髮 他就天天罵我 你這小子還在做生意 你看 帶團 你看 又出名 又好名 我都是這樣靜靜 天啊 然後又坐同一個電梯 你看 就我們兩個 他只好一直跟我罵到上面 這個叫加持 我只是這樣比喻 然後我在想說 拜託 我等一下不要跟他坐在一起 我已經坐同一電梯 就這樣還坐在一起 結果因為太忙 忙到後來上去 通通沒位置了 就剩下一個位置 就在他旁邊 哈哈哈哈 就怪啊 自己起心動 說不要跟他坐在一起 是不是 然後真的要去眾生潤 事實上我認為 他這種情況是因為他 因為愛你就會恨你 這種他很特殊的情緒吧 然後他看到 當然不是針對我一個了 因為我們四兄弟都有緣嘛 所以 但是只是覺得 以後就不敢起心動念了 所以 當然這個叫修行 你的念頭 一直不要這個 這個都不行 你要轉念 假如做一個比喻 人家跟你說 這個房間有鬼 你一直想鬼 你住不下去 那你要轉念 鬼好可憐 真的好可憐 當然我會這樣 好可憐 但是你不要給我看 我會幫你超度 會像 但是 因為你心裡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你看什麼都像鬼 這樣 但事實上 知道跟不知道 是一個念頭而已 所以 哪個地方沒有眾生 通通有的 就像各位現在功德做那麼大 請問眾生會不會跟著你 我不能跟你講實話 但是會 但是 不可能沒有 就像你身上 不可能沒灰塵的 但是 只要你記得進化 就好了 每天念念要事奏 為什麼要觀想自己變成要事佛 或是你的本尊 因為那個就是進化了 如果它真是一個軌道 碰到要是佛 它不可能不超度 如果是冤親在主 恨你 當你在平靜的空性悲心的時候 它不得不被超度 所以 我想你的身心 必須要隨時保持這樣的進化 那 究竟的方法 就是 如何分分秒秒保持如此的進化 那就困難 對不對 所以各位要經常守八方在戒 經常念四十九遍 一百零八遍 要事奏 往生奏 經常很專心 歐馬里伯美奉 阿彌陀佛 那一刻非常莊嚴 是不是在那一刻的時候 他們得到超度 我們在講 你阿彌陀經 你往生奏 對它事實 但是 有佛力 又有慈悲的力量 所以 大家有慈戒的力量 就因為這樣 它轉化 那請各位記住 就是 這就是我們學佛法 轉化一切的方法 不惡法門 所以 所以我想佛度有緣人的意思是說 卻積極做 這樣 對方 他就會跟你學 煩惱有用嗎 對不對 你煩惱還不是造成你工作沒效率 你還不如 甘心接受 但是努力去做 這個就是 學佛 所以佛陀說 在現今的社會 五濁二是受一天把關災界功德 超過在佛陀正法出家五百世 當然 像各位今天這樣 是算一個很好的 有加持的環境 很容易 但是平常六災日 你必須在家庭或面對社會 那不容易 但是難行能行 功德更大 因為 老實說 修菩薩道 就是在亂中取淨 那你沒有這個亂亂 你怎麼知道淨的是什麼 所以 因為眾生越苦 你才會生起悲心 因為我也用悲心可以消滅他的痛苦 所以剛剛我在樓上 看了一些資料 念給各位聽 好不好 這個叫什麼 來供養各位 因為 各位對出家人叫財供養 那出家人呢 要對各位說什麼 法供養 希望大家 部分在家出家 像我以前在家學佛 我就不想工作 然後 我就想要出家了 所以我每天都很少出門 我每天看十八個鐘頭的佛經 消極的抗議 等他們 你去出家吧這樣 以後整天都是這樣 不跟他們吃飯 因為看十八個鐘頭 十八個鐘頭 睡覺時間很短 那我 我好在有一個很支持我的兒子 爸爸 你趕快去出家 但是也給我很大的考驗 為什麼 因為我兒子支持我 他就很危險了 沒事他就 啪 挨打 挨揍 然後看我心會不會軟 因為這個鳥羞耶 以前我太太 想要打我兒子 我就會保護他 因為不能打小孩 這是我家的傳承 因為我爸爸沒有打過我們 這是我家的傳承 但是我也不能控制太多 但是這個過程你要去思維 因為我是依止法的人 我要出家 這個出家不是為我自己 因為爸爸媽媽沒修行 祖先沒修行 而且我看到這個世界 我已經在這個世界跑來跑去 而且看到小孩子 如果我不出家 我怎麼樣對他生命負責 對不對 因為對我來講 或對他來講 這個小孩子在那個時候 可以一輩子不用賺錢 對他來講他活著要幹嘛 因為他不用賺錢 就像一個天人等著死這樣而已 那你要去思維這些道理 當然這個過程 我必須自己要拿捏的 要很安住 要自依止 法依止 你要一直定在這上面 所以 當然 這種世間光脫 脫離這兩個人 還有我最愛我的丈母娘 那個過程就很痛苦了 然後我的媽媽 只要她一直看到我 她就會哭 為什麼 她又嘴巴不講你不要出家 但是她又知道我去出家 好像很苦 我說不會 因為我媽媽癌症好起來 是因為我發孕出家 所以她心裡知道 但是她當然不了解出家的快樂 她只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去受苦 你幹嘛要為 她認為說 我是為她去受苦 我說 我說媽媽你不要這麼說 我只是 我只是因為我了解佛法了 所以 那我如果為我的父母能夠去修行 那這是我最大的福寶 所以 那當然我講這個 這是我自己的歷練 當然各位一定有這個過程 每個人都有很多無奈 但是至少我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在極度的痛苦裡面 但是 好在我有法作根據 我有一個正確的理由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等我出家三五年的時候 我過去的同修還故意要 去外國買房子 幹什麼 他說 如果你累了 就回來度個假 他隨時在等我 所以 但是我那時候 有時候也會掙扎 出家一兩年的時候 我想兒子 我很想去看他 我想各位做過爸爸媽媽 看一眼也好 在路邊故意 他上下課的時候 人家載我 停一下停一下 師傅有事嗎 停一下停一下 我眼睛就會去看看 這麼多小朋友 哪一個是我兒子 看一眼也好 過過癮 人都會這樣 就像爸爸媽媽離婚 兩個都要搶來去盜估小孩子 所以雖然我出家了 也沒辦法一下子 就全然放下 所以那個時候 又想看 又想說不能看 這個就是掙扎 至少在那邊掙扎 所以 他是告訴我 看有什麼利益 那不是陷下去 那不看 心裡給另外一個念頭 這個喜氣 這個 我看我跟我兒子 跟我太太 跟媽媽一定好幾次的